今天古海變幻莫測 要虎南正經形勢 揭開古壇迷霧 我 雲濤 文昌 佑家 馬田 為大家看清形勢 從多角度分析 《花生台重點財經》節目逢星期五晚上八點 古海雲濤 回到第二節的時候 有朋友說聽不到第一節的聲音 可能多人聽 所以無法通過 慢慢來 如果真的聽不到就重播 有人是聽到的 可能因為這條線太多人聽了 不要緊 現在我們把時間交給佑家 慢慢說一下這個禮拜的推介股票 好 謝謝雲濤兄 這個禮拜大家也很豐收 不豐收賺了一點點 除了跟著雲濤兄看得對的市場 還有我有些股票 其實也有部分都爆升 有幾隻表現得比較好 其中有一隻金魚股份 2009 因為我上個星期也有在節目講過 其實我再講一次 其實金魚股份這間公司未升完 應該是否有機會再回調給大家吸納 為什麼呢 因為當時我打的名單 就說2.6左右出了營起 營起說金魚股份 其中一個房地產業務 房地產業務就是急升 導致順利 急升超過一半以上 如果下半年金魚股份的房地產業務 繼續進展良好的話 其實當時計算2.6的PE 大概都是五倍左右 所以上升空間是有很多的 但是有人問如果只是計算房地產業務 也不值10倍PE那麼多 因為現在看很多富力地產 或者是融創中國 或者是龍光地產 P都未夠五倍 升了那麼多 或者是未升過的 那剩下10倍呢 其實叫大家留意金魚股份 其實你要看回它的水泥業務 因為其實金魚股份上半年 它的水泥業務都被整個市場拖累 但是也有些虧蝕的情況 但是你看回 竟然也有營起發生 營起發生的全部都是房地產業務推動 水泥業務 水泥沒有為金魚股份提供盈利 但是也沒有造成大幅的虧視 但是下半年我就比較看好金魚股份 因為第一件事 自從6月開始的水泥價格 全國都開始急升 剛剛到雨季 你看回華東水災 總之中國今年就有水災 其實很多水泥廠都停產 然後刺激水泥價格急升 其實水災就造成 變相幫忙做供給質的改革 天都幫中國大陸 真的沒辦法 造成了供給質改革 所以幫它一把 所以水泥價格急升 然後其實很多水泥廠都是停產 或者是不增產 或者是縮產 其實好像在海洋水泥的股價都急升了 所以整個商品系列 包括煤、鐵、金 其實最下口就是水泥 其實我很久 在6月中的時候 都推過一次水泥股 那不是那麼好 因為還沒確認到水泥業務真正復甦 那麼現在這一刻 其實開始確認到了 6月開始水泥價格急升 其實金魚股份都會受惠的 那麼你看看 下半年有個房地產業務大卸了 以及水泥復甦 其實股值有什麼理由不升上去呢 其實很難不升上去 我覺得 第二件事 第二件事 水泥業務開始不斷整合 其中金魚股份 就跟A股上市的企東水泥 已經是簽訂了協議 搞定了 就將金魚股份旗下的水泥業務 注入企東水泥 完成了交易之後 金魚就變相持有企東水泥四成半股權的收益 成為第一大股東 其實企東水泥是全國 差不多是頭三大水泥創之一的 金魚股份這次換股其實是 兩間大型國企合併 合併成為一間大型水泥股 看看旗東水泥其實上半年業績也很頑皮 也要虧錢的 但如果隨著它下半年的水泥價格急升 導致它的盈利復甦 同一時間的話 它會有一個整合效應 因為兩間企業合併了 都會阻礙一些減散 來將一些無謂的員工裁掉 將一些重複的業務合併 其實金魚股份是比較便宜的大型水泥股 就算是下半年 如果商品價格繼續升 通脹繼續升 水泥繼續升 金魚股份其實股值真的可以回到十倍 我覺得是其中一隻國企黑馬 這隻是 你現在是兩個 我講一下 上星期收2.69 今星期的日子是2.94 收2.89 升了很多 但升很多不要緊 為什麼呢 原來4月13號的頂是3.24 而保理加通道的頂是3.1 月線圖的頂是3.5 即是說 假設今天 雖然今星期的低位是2.01 即上星期是2.7的水位 但是 今天收2.89 其實距離3.1 都還有些水位可以去 是 保守一點 水位 看回保理加通道的日線圖的頂位 3.1 好像雲圖說 如果是這樣的話 有什麼可以回調低級呢 如果下星期 如果沒有的話 今星期已經升了上去 升了上去 3.1樓上就不要追著 如果 反過來 如果我試 他 因為他都會調一調 上星期收2.69 他有2.61給你買 沒錯 如果今星期就要看有沒有2.8樓邊位給你買 那就是亡上3.1 對 就不要高追 因為高級升了 但是估值還沒完 如果有機會有調整 這個也是一個吸納對象 第二隻 比較表現好 就是比較冷門 這隻叫泛海集團129 其實我那時候在節目裡講過 還有我的貼紙也在底層寫過 比較冷門一點 我都不建議大家買得多 都是少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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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程 但是 這個小主也不惹小 這隻泛海集團 那時候我推薦是1.4樓 1.4樓 1.4樓推薦最高升到1.8樓 差不多由整個7月以來 7月中 由平均1.4樓半升到1.8樓 都賺了不錯的收益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呢 因為其實泛海集團 受惠房地產追落後 看回雲圖好像很久之前都推薦新地 全部都升了 所以就開始升一些落後的地產股 香港的小型地產股其實都遼遼可數 有地產發展的項目 就比較少 泛海國際這間公司超級大折養 每股資產正值11元 現在都是做過百大折養 旗下有一間叫白見時道和寶山道的物業項目 將會在明年打後落成 加上上海的高端別墅都賣光了 未來收入可觀 主要它的地產項目也挺漂亮的 還有很多辦公室的 其實泛海集團早前就收購 即是斥資在五收購泛海酒店的股份 292 其實泛海酒店也有很多酒店項目 雖然那個自由行很差 但始終持有大量的酒店項目 你計算那些酒店項目的 NAV的資產值也差不多十四五元 真是過百很偉大 而且最近很多對沖基金都捉這些股份 嘗試博一下有沒有可以 博一下管理層 或者要懲罰他 像東亞一樣 告他回頭 告他 你管理水份 管理那麼差 股價那麼低 就要控告你 最終想推升股價 逼他賣盤 逼他賣盤 逼李國寶賣盤 現在對沖基金喜歡這樣 因為對沖基金都沒有食可損 不斷倒閉 這次我再說一點 這次泛海9月13日就會除淨 很慢 不知道為什麼9月才會除淨 牌息又派3.5 相對來說現在的利率也少 3.5 利息不是很高 但是4月份的高位原來是2.3元 沒錯 大家要留意一下這隻股票 為什麼會跌那麼多 然後會升那麼多 其實都不建議大家高追 一早有貨看著位置 吃糊 其實有些局問到現在是 又很忐忑 又想拿著又怕跌 怎麼辦 之前推介 第三次專講 第3次專講 第3次專講 對 局勢怎麼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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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回 法刊就講完了 講一下未升過的股份 好 未升過的股份 未升過的股份 其實我組合都有幾隻 第一隻就是聖經銀行2066 這一隻其實是 其實都比較高增長的銀行 因為它是 聖經銀行是一間地區性的商業銀行 是做些什麼 是東北地區總資產規模最大和業績領先的城市商業銀行 分別就是沈陽、北京、上海、天津和長春的地區設立了分行 2015年一個營業收入就是141億同比增長2乘6 淨利息收入是120億增長2乘 淨利潤是62億增長14.7% 那些聖經銀行的資本充足比率也不錯 一級充足比率就是13% 9% 還有資本充足比率也大約9% 這間銀行其實我覺得有點奇怪 之前為什麼高增長呢 它的蠟燭點也是東北工業重鎮 國家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 拉動集團資產增長 但是我看回實際的現況 東北現在都很淒慘 經濟又差 很多人都被炒了 很多人下崗 可能它分散了投資的 包括長江經濟大 和北京京津協的 京津這兩個地區的銀行業部 做得比國家級的銀行好 做得比四大行好 所以也維持到高增長 聖經銀行之前被恆大和華智玩過 恆大沽的貨給華智 華人置業 現在是坐著了 其實很多內銀行股都升了 這隻股都未升 看看是否能敲一下 因為都快要業績 如果業績快要到 不妨先等下 我講一下之後 大家可以做一下功課 想進入的話 未必需要這麼快進入 可以看看究竟升不升 穿那個阻力位 阿雲圖怎麼看 他今個星期高位 都見過8.9億多 不可以說他沒有升 但他回到8.6億收市 我自己想 如果你買這隻股票 照計有這些世界股 世界股的銀行股 應該業績不會太差 我沒有詳細分析過 我看圖也是分段級 為什麼呢 我認為 我不是不贊成買國內的銀行股 大的銀行股 除了939表現很好之外 其實很多都好像還未升 但是 因為快要沒有業績 國內最近 好像不太會升 所以我對這些股票有點擔心 分住 分住 試試分住 看好些 他今個星期的低位 4.5元 其實他也有波幅 但是可以留意一下 看看 國內這些股票 我想他們有成交量 增加的時候就可以 看成交量 好像成交量比較急增 我另一隻推介 看看成交量 有一隻叫錦州銀行 這隻就好了 這隻真的 很古怪 我計算過 它主要是發營器 當初發營器 根據集團公佈 未來6個月的順利 按年增長1.5倍 為什麼呢 因為該向的資產規模 就是在2015年的下半年 以及2016年的上半年 是不斷擴大 令到基數較低 所以是高增長 這隻股票 看看2015年 其實剛剛上市沒有來 錦州銀行 錦州銀行 其實業外邊 都是東北 好像在遼寧那裡 我都覺得奇怪 但是發營器 我立即擠出草盒 立即擠出草盒 立即擠出草盒 就立即追 都很乖 我立即擠出草盒 立即買 值得你們賺 由6.6開始說 6.6開始說 最高就是7.9.5倍 收7.8.1 其實吃得虎 如果有貨就吃虎 為什麼說一下呢 因為有些人買了 就說一下 其實2015年 這家銀行 就增長1.3倍 去到48億 利息收入就上升6成 正利息收入就增長9成2 去到108億 貸款減值準備 同步增加1.9倍 去到22億 不良貸款比率 就由上年的1% 就擴大到今年的1.03% 其實都是靠高速增長 和不斷放貸 放貸的盈利大 那個壞賬增加 其實都導致高速增長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我短炒的 有貨就沽了 很厲害 最高7.95 最高7.95 你寫下 list 都不知道他今天這麼厲害 美市 收到7.81收市 昨天都是7.4 買了的人都在走運 真的很快 所以 所以這些股票和剛才那隻是京城 同一類型 早知道他急便會很急 買了一些股票 我覺得大家 另外一隻 就是中國建築國債 推廣了很久 這隻股票 還未算很大升 看圖片 剛剛10天 20天線 就升出50天線 其實好像黃金交叉 說回基本因素 剛剛RSI14天線轉強 基本因素 就是上半年簽約429億 完成了全年的目標55% 算回現在的市盈率 大概都是8到9倍左右 那什麼賣點呢 其實中國都持續增加基建 在下半年 看回6月的第二季 GDP數據 其實都要靠基建去推讀 總之找來找來找去找到基建去建 所以基建股 包括建築股都可以的 還有房地產也要重新開工 就是消化後 那些庫存之後 一線城市也要重新開工 所以對中國建築也有利 所以這間公司其實 都穩穩一會 都是藍籌股 所以可以低渣高僱 希望可以回到12元頂簿 1元水位 適合一些比較穩健的人持有 你說得很清楚 沒有補充 連RSI的交叉全部都看完 應該都是有人在賣的 也有人持有 要不然圖不會那麼漂亮 另外再說三隻 趁時間還有 另外一隻就是我其中一隻 愛股創為數碼 751 其實都回到的 回到的就好像 不是那麼理想 我的股價 這樣好不好 趁低級呢 其實首先 創為數碼 今年的順利 就倒退兩成到21.7億 如果撇除這個一次性項目 就賺多兩成多 無理率擴大1.9%到兩成二 期間電視總銷量創歷史新高到1400萬台 4K智能電視銷量到一倍到297萬台 其實公佈智能電視 智能電視也高增長 因為現在中國很多居民買了很多樓 樓市城急增 對電視機的階段的需求 都開始復甦了 還有創為一個特點 他自己的智能電視的毛利率高 以及價格便宜 要不就拿了最貴的東西打 要不就拿了最便宜的東西打 大家逛街買東西都知道 就算是名牌也是買最便宜的東西 名牌有錢的就是買最貴的東西 沒有中間路線 中檔的東西就開始適微 最便宜的和最貴的去競爭了 市場的差異性很大 所以反而錯懷電視 因此跑出去 因為是買最便宜的東西 相對質量也好 以及他的毛利能保持 所以打贏了TCL 以及集團的海外業務表現也不錯 除了成功收購了 美國電視機業務 借助品牌打進歐洲 去年底用了1.94億 買了日本東芝旗下的 圖書不consumer products Indolicia的全部股份 進攻東南亞 趁這個便宜的電視機 進攻歐洲和東南亞 所以前景也好 你看看能不能回到低位去罵 圖書正在回到 可以這樣推測 因為今週的資金 如果買科技的股 可能這些錢都走去聯想 或者走去有比加超概念的股票 所以他是正在回到 高位曾經試過吃6.3 其實如果技術上阻力 應該是6.5才是阻力 而保利加東道的頂部 日線是6.38 低位是5.8.5 如果今天收到6.02 我想你捉住5.9可以試賣 看看有沒有第二次的反彈力 如果他是想再炒 那應該在保利加東道的底線 是會有支持的 如果你買了之後 看回再吃的位置 就穿不穿上市 即是今週的日子在6.3 沒錯 即是捉住6.358的位置 去吃壺 如果有耐性 這些股票可以追 經常去買股票 大家真的要去追 是的 還有你 有時介紹股票是尷尬的 為什麼呢 在升上去 叫你追 有時是辛苦的 因為追可能會失去 價位不太好 但反而股票正在回落 而你見它有前景 它回落那一刻 你在支持位買 穿位打壩 可能要虧的就是限制 但是如果你在支持位買了 它因為有前景 而再創山新高 其實你吃的幅度是不小的 可能是5% 或者6%以上的幅度 就是看保利加東道 都已經可以有這樣的幅度 所以有時正在回落的股票 大家反而應該要留心一點 OK 還有大家趁時間 不要心浮氣躁 因為股市都高位 真的拋一下拋一下 你看有些股票是回落的 那些股票最好 其實你覺得有前景 只不過是炒了一圈 那些人吃虎辣椰 然後再按下去 看看有沒有接続的第二圈 另外講完那兩隻 趁有兩分鐘 有一隻叫中國通號3969 很久之前也講過 這間公司就靜悄悄地上 但升幅也不是很強勁的 有什麼業務呢 這間其實是做城市軌道建設 即是做地鐵的 而剛才提到的 做基建一定是下半年開始搞 早前發改委和交通部 都講過 交通基礎建設重大工程三年行動計劃 包括了城軌 地鐵、輕軌、有軌、電車 和原浮列車的鐵路項目 就涉資到1.6萬億到2萬億元人民幣 那中國通號就是做這些 地鐵 做一些有軌、原浮列車的業務 其實新接的訂單 去年也增長了2.4萬 今年就更加多 今年真的增長了五成至五成以上 所以這間公司 都可以慢慢去剁磨 升了六個月 升了六個月 我看到上市之後的高位 是6.74萬 今天就收5.38萬 如果 你看它升了這麼多個月之後 它的阻力位是甚麼呢 如果我看五個七度 但是仍然有一點點水位 又可以撐一撐 去看看 是不是真的有升沒有跌的股票 因為它升了六個月 如果看月線圖就是這樣看 浪是否繼續去呢 如果它真的穿到五個七 會不會是挑戰再上市新高呢 如果挑戰再上市新高 尾那一層就很厲害 我補充回來 中國通號在城軌訂單 第一季都增長了一倍 下半年的展望 就因為新一輪的城軌項目 招標就更加樂觀 所以就是這樣升了 所以就慢慢升 這隻 市跌它也升了 很厲害 還有一隻比較落後 還有很久沒有炒過 就是中車 1766 這隻在大時代 有很多人去堕鬼 這隻車 這間公司 其實中車現在 很低殘 股價低殘 股價低殘 有機會是追落後的 股票不炒 最終要炒它 這間公司其實 有很多人 大行都開始看好這間公司 包括鐵路固定資產投資 上半年升了1.8% 高於政府的預期 就是-2% 即是投資繼續增加 繼續興建鐵路 今年的政府 需要再提高下半年的目標 鐵路總角招標就不停增加 所以中車有受惠 其實內地都是通州過省 都有地鐵、鐵路 見怪不怪 所以可以炒落後 經戶線就賺錢了 賺得很厲害 賺了幾百億 但看看這隻中車會不會好一點 因為當時也有很多人在 我記得當時大跌市的省戶 這隻機股是幾十元買的 所以現在有加重提 可能炎點一點 因為仍然有20元蟹貨 這節差不多 第三節回來再說 請您幫助 旨時裡還致電 旨時這裡 幫助 旨時這裡 你請問 旦時